兄弟,今天我又来到这里摘蓝会 即是这里,其实连年都在这里摘 为什么呢?没有其他地方比这里漂亮 今年就要预约时间和收入场费 入场费5元,在网上要搞定你才会来 否则,他真是扔你回家 现在就看看今年的蓝会漂亮不漂亮 这些人会说,你常常做这些东西 这就是加拿大生活 这就是加拿大生活 连年都是这样 大家找个地方摘蓝会 接着我就会过少少去航拍 有第二个景点,第二个角度 看看这个城市,这么颓废的地方 兄弟,先看一看 你来这些地方 你除了带阔帘帽,擦太阳油之外 你最重要是带钱 因为这里是不收信用卡的 你别想着,以为有了黑卡,金卡 那些都大了 今年就要预约时间 刚刚说完 好像暂时都不见太多人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更早的关系 就这样看 这些蓝莓呢,好像跟往年都差不多 其实这些都挺大 就像这些这样 都OK 那 除了一盏蓝莓之外 这里有些雪糕 有芬衣草雪糕 有些蓝莓雪糕 都可以来这里试一试 上年我也有说过 这里是有些鹰在这里 放些羊的鹰在这里 赶着鳥子 不让它们吃蓝莓 看看会不会有我的航拍机 又会遇到一只鹰 有一个血战 好了,不说了 那我扎完 到吃雪糕的时段 我才再开机拍 你看,很大粒 还有很多水 是露水 可能是早上做 因为通常这些 如果你晒到鹰才来 就晒得糟糕 但你早点来 就太阳未上到去 即太阳未当正 那时候 你就会比较舒服 就像这些 这些都很漂亮 都OK 都算大粒 今年 今年都算大粒 很多时候 你来摘蓝莓也好 车莓子也好 士多啤莉也好 你都看到 其实 那一年的修成是如何 再说一次 这些就是加拿大生活 所以我经常说 叫别人回大湾区 是吧 喜不喜欢加拿大生活 喜不喜欢外国的生活 其实我不知道澳洲是如何 会不会有这些东西 除了袋鼠 树虹之外 就是这些 我相信澳洲也有 没理由没有蓝莓 没理由没有车莓子 不是很太大的 其实没有太大 没有蓝莓 没有藍莓 其实没有蓝莓 不会经常有蓝莓 没有蓝莓 藍莓雪糕,這些是芬衣草 酸酸味味的 我不知道芬衣草有什麼味道 我沒有吃過芬衣草 看看,我今天摘的藍莓 我今天摘的藍莓 不算很大粒 只能摘就OK 我換了個細電 如果這邊去,感覺到是順風去逆風反 我也是兩公里算了 拍多些東西給大家看 或者我給大家多點天空 因為外國的天空真是一望無際 很闊 是有一點風,但也OK 現在95米高,我也可以繼續推 大家看到這塊啡色的,不知道是否有建屋 因為加拿大其實真的很大 是很大 因為很多時候,你駕駛一個多兩個小時 一路走,全部都是那些農地、農田 你可以說它是荒蕪的 其實真的,有一點點 真的害怕 如果你在農田的地方附近 你真是乾屍都沒有人知道 其實我很少把鏡頭推得這麼上 因為通常都是拍地下多些 我今天就看到天色這麼漂亮 其實現在這個景是挺漂亮的 我一路直推,剛剛一公里 這個電是小電來的 都是用了三分之一 我才帶來這裡放其餘的電 所以也不飛得太遠 在網上找過 好像砸南會的地方真的不多 一個砸車離子的地方也是不多 會不會關於水土那些事呢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因為我只會吃 你說在哪個國家 或者哪個地區出產的 水果漂亮 可能香港的兄弟喜歡日本那些 什麼土,車離子 或者是士多啤梨那些 加拿大那些品種就普通一點 但是你可以親身去摘 過癮 整個農場給你去摘 今年就好像 不是很像 又要預約時間 預先收費 還有要付入場費 好像五元加幣 這個下面這個 剛剛經過這個 浦宅 兩公里 我試試看可不可以推到三公里 我現在剩下46%的電 現在好像 都是無遮無擋 還有我的遙控 一直指著飛機 好像接收得很好 那我就可以放膽一點 繼續 推上少少少 推遠少少 但是 都不可以飛得太遠 有反應 逆風反 2.5公里了 2.5公里我就回頭了 一望無際 真的大到很緊要 你說加拿大那些屋 哪是值錢的 我覺得外國那些屋 不值錢的 現在你說 限定的 都說一二百萬一間 那當然 賣了香港樓 過來的兄弟 就沒問題了 好了我回頭了 剛剛的遙控 也提示我說 喂不夠電 回來了 那我也馬上回來了 突然電壓變得很低 我看看 嘗試 低一點 他說低電量 請反航 有時候這些警告字句 我心都會離一離 因為其實 又不是真的飛了很遠 說真的 都是飛了 2公里鬆一點 雖然是細電 雖然是細電 但是 也不應該消耗得那麼快 我都是全速返航 因為它那個 它圖的顯示 電量的顯示 當它一低 它就變成橙色 橙色就不太顯眼了 不太看得到 這樣就盡回來了 炒機 又要去收拾 不知道在哪裡 這些地方都不知道在哪裡 是從這裡來的 我現在降低到80米 低過80米 這樣就盡回 為什麼它炒在海裡 好地地 你不用收拾 不用煩 你炒在這些農田裡 你也不知道在哪裡 收拾它 有什麼 什麼 販賣中 那些 找到嗎 好難 好難找 剩下1.3公里 我隱約見到剩下27% 27% 好少的 因為剛才我推出的時候 我記得好像超過50% 它可以隨時降得很快 少過1公里 少過1公里 剩下24公里 不知炒那部機會怎樣 如果我收拾不回那條絲 賠不賠給我 因為我好像買了那個保險 但是保險好像規定你都要收拾那條絲 給它 剩下7-8萬錢不夠 應該都爛到回來 已經剩下20% 開始跌得很快 現在是19% 我隱約見到19% 剩下18% 剩下17% 16% 然後爛到回來 見到了 已經見到了 20% 你問我怕不怕,一點點吧 我好像豁出去一樣 好了兄弟,我們再說,謝謝